是呀 哥 爹娘养活我们长大 不容易啊 哥 那天 我们一起给爹娘烧烧纸吧 弟弟还好 看到了世事 爹娘在世的时候 好歹吃了弟弟孝敬的饭食 哥哥 年年租田重地 年年租田重地叮当乱响 就像挣一块地孝敬爹娘 可以知道他们入土 没见到一笼地 没吃过大儿子一颗米粒 逛他娘的贱债了 哥 你别说这些了 来 咱哥俩再喝一杯 来 来 吃菜 嗯 乡亲们 咱们准备开始吧 你的免疫 少奶奶 少奶奶 不行啊 少奶奶 不行啊 周先生 您来得正好 快帮忙扶全 把这些地气勾了吧 少奶奶 这不可以啊 这样咱们回去 怎么跟老太爷 和二太太交代啊 是啊 什么事啊这是 你这么做 咱们回去没法交代啊 爷爷的身体 比什么都重要 二位放心 所有的事情我来承担 不会连累你们的 那好吧 那我全听少奶奶吩咐了 开始吧 乡亲们 我们家少奶奶 宅心人厚 答应给你们剪作 我一定能做到的 剪租以后啊 要去救我们家老太爷啊 少奶奶 开始吧 二狗子 租重邹府工地 三亩三分 每年收入 十代 免租三年 谢谢少奶奶 来 太好了 小黑子 来 租重邹府水田 三亩五分 每年收成六单 免租三年 谢谢少奶奶 张殿护 张殿护 来了 租重邹府农田耕地 十五三分 免租三年 乡亲们 租救给大家免了 可是爷爷 目前还是危在旦夕 麻烦乡亲们 赶快去救爷爷吧 谢谢大家了 少奶奶 我女儿明秀 没在邹家吧 目前没在 不过您放心 我很快就会把她接回来的 那既然这样 我这里有一份协议 请少奶奶给签了吧 这是什么呀 这 这不可以啊 这是卖地给他 不 这是送地给他呀 这老太爷 绝对不会同意啊 这 免租免兮 这 邹老爷 他就能同意你们吗 都是一样的问罪 这 善人做到底吧 这邹家也不差这一块地 再说了 我用我女儿的命 换这么一点地 这也不算多吧 张老殿护 您不能这样啊 那你说吧 到底签还是不签 签还是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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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签啊 这是卖地 卖地就是割肉放血啊 这会要老太爷的命啊 二太太是不会答应他们的 好 我签 这还差很多吧 这个 正叔 你看 什么 你 欣赏 你们 新鲜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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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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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试试啊 来 一块试试啊 大家抓紧啊 快 快 快点 绑紧了 绑紧了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使劲啊 一 二 三 使劲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爷爷 先把爷爷扶到我车上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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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爷爷扶到我车上 老太爷 慢点 谢谢乡亲们了 谢谢 真是太谢谢各位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少奶奶 谢谢 谢谢 谢谢少奶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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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 宗父是你们的东家 看到乡亲们有难 肯定会帮忙的 乡亲们先回去吧 好 谢谢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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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先走了 我们回去吧 来 咱们走 走 走 来 大家回去吧 来 大家回去吧 来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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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是红补子啊 是啊 是啊 我们一定要扣上帝 老大爷 走 老大爷baby 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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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我们邹家办事 对错全由当家主事处置 他也就不管了 至于鼎叶少爷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啊 大太太来不来 就由她去了 你去告诉鼎叶 她是邹家的大少爷 这府里的大事小事 她必须到场 由不得她在那耍性子 是 周账坊 在 二太太 三太太 我听着呢 赶紧的 好生地向二太太 秉明情况 是 三太太 二太太 这事你可真不能碍我呀 这都是少奶奶 一手做的主 大家伙都看见了 我可是大太太 推进到府里的人 还能不为咱府里着想吗 咱府里边 请问你是哪家房子的主子呢 不不不 说错了 说错了 二太太 三太太 行了行了 你别叫得嘴那么甜 你就是一个卖主求荣的东西 前次 你把老爷子的死活与不顾 今儿你又把少奶奶掀个底掉 你够有本事的了 二太太 这件人的事 我真是参与了 再后来我是因为腿摔坏了 跑不动了 少奶奶的事 我真没有编呢 我没说你编造 但也绝轮不到 你在这儿迫不及待地揭发 你真是小看你们家少奶奶了 人家比你有骨气 人家来了 自己把事都兜过去了 其他的下人都比你强 他不卖种子 福全 你好好地求求二太太 求她放了你 二太太最最看得起的 就是忠于主子的人 行 三太太都求情了 那就起来吧 谢二太太三太恩典 你先起来吧 二太太呀 尚发分明自有公断 她不会为难少奶奶的 是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谢二伯母赏罚分明 不牵连不相干的人 我相信昨天的事情 你也清楚了前因后果 我不想把所有的事情 都归根到爷爷 深陷泥潭的事情上 回来的路上 爷爷也跟我说了 顶城 也曾经给店户们 减租减息过 而且是自愿的 不像我是被妖心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以顶城为例 为自己开脱罪行是吗 我没有那么想 我那么做 完全是因为 我心里非常同情那些穷人 我也是出自小户人家 我当时 看到他们的生活那么艰辛 说真的 我心里面非常不识字母 老大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我还想看你了 给邹家带来莫大的损失 我任凭处置 但是不后悔 还真让我感动 娘 娘 娘 三太太 弟妹 快起来 快起来 入居 快起来吧 娘 娘 这 怎么了这是 没你的事 一边待着去 你刚才说什么 不后悔 你没做错 那你凭什么擅自做主 减作减息 还把我们的土地白白送给人家 我们邹家的损失你怎么补偿 二太太 少奶奶这么做不是故意的 况且顶成烧月菜 闭嘴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二嫂 这孩子还年轻 难免做一些糊涂之事 你就别再计较了 三妹妹 我真不想说什么 你说自从她嫁到咱们家以后 给咱们家带来什么好事了 这到现在 连个一男半女都没怀上 二嫂 这孩子才过门几天呢 这怀孕也得有个过程不是 好好好 这怀孕的事咱先不说 咱就说说 单凭你擅自做主 减租减息 而且还把土地白白送给人家 就凭这一点给我们邹家带来的 巨大损失 我看 一纸修书就把你修了 赶回娘家 二嫂 顶成不在家 她这修书恐怕写不了吧 可以写啊 可以让顶叶来带嘛 反正过门娶亲的时候 也是顶叶带的 娘 我 我 我还是让顶成写吧 我这就把二嫂给找回来 既然这样 我还是回学校住吧 等顶成把修书写好 送回学校 送回我娘家都可以 主居 主 主 二太太 那我先记账去了 还记什么账 赶快收拾行李滚回去 我们邹家 不需要像你这样 不认主子的货色 这 这 她 她不是主子了 顶成没回来 修书还没写呢 少奶奶 自然还是主子 二太太 喊什么喊 还不快滚 等着拿赏钱呢 我这去走 这去走 我这去走 恭喜二太太 只要洛逐军 谢谢大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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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海儿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高明里那个老狐狸又搞在一起了 你气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不长细心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别跟他走得那么近啊 他出卖了你 你还得笑呵呵地给他数钱呢 你放心 他卖不了我 来 喝口茶 顺人劲 那姓高的阴贤我知道 他要假意赴此此孝 那我就将计就计呗 那这么说 你真的不相信他吗 我当然不信他了 那行 那你就别再跟他搅在一起了 我告诉你 他是个老狐狸 你算计不了他 不算计 是利用 新春花样 小姐您的 您尝尝 何孝 我的儿啊 您好啊 迟早得要了我的命 少奶奶 少奶奶坐 怎么样 这两天稍好点没有 嗯 已经好了 明秀 对不住了 本来想早点把你接回去的 现在恐怕不行了 少奶奶说的这是哪里话呀 都是我爹害少奶奶成这样的 回去我找他去 算了 你也别想太多 我待会儿就回学校了 现在特意来看看你 少奶奶对明秀真好 能遇见少奶奶是明秀的福气 什么少奶奶不少奶奶的 以后啊 我们就是好姐妹 可是 我是下人 不许这么说 人没有贵贱之分 哪有什么下人啊 我比你大一岁 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妹妹 嗯 姐姐 姐姐 完了 完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 好 拆局长啊 办事就是利索 来 今儿我们喝个滋润 嗯 等等 你说这要真被修回娘家 要想再嫁 可就难了 您真是起人犹天哪 一不想想 少奶奶要是被修回娘家 这不是还有您局长大人的吗 你说的也是啊 这东坡肘子做的地道 不是这 尝尝 尝尝 我是局长大人哪 您真是高兴得有点过头了吧 这羊肉 您都能吃出猪肉的味了呀 是吧 高兴了 高兴了 怎么呢 我就不能高兴高兴了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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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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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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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就不明白 骆小姐对二太太 真有那么大的威胁 值得你们三番五次地设计她 这个呀 他可真是个人物啊 我们老太爷 您说那眼神有多毒啊 怨人无数啊 您说我们老太爷 他会走眼吗 不是不是 不是修了吗 怎么还是少奶奶呀 这不是去让大人您帮忙 才能修得了他吗 我们二太太呀 寝食难安哪 要是那个少奶奶 不 那个陆竹军 他离开了邹家 那我们二太太 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要是这个顶城少爷嘛 他不是守着邹家的主 他从小就志在四方 他不会久留大 听你的意思 你是在打骆小姐的主意啊 有局长他人在 我怎么敢呢 你这狗头像鸣 我不在你就敢了 岂敢 岂敢哪 孙掌柜 骆小姐 真的没被姓祖的破了瓜 那不可能啊 破了瓜的东西 有敢这么不畏惧修书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 说得也是啊 您说一下 想当年大清国的时候 我做举人的时候 就这样 秀才的丫头 要进我的门 她咋还来求着我呢 孙掌柜的意中人是 明秀 就是少奶奶身边那个贴身丫头 您看那水灵劲 那小手西南极了 打住打住 没完了 说二太太 二太太呀 愚蠢哪 是愚蠢 要不怎么用你这么个笨蛋 明白了 有二太太这么个蠢才 当家主事 是 那愚蠢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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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任你翻天了 也就有局长 您的暗谷了 错 是二太太 是愚蠢 愚蠢 你不过是个掌柜的 当家的高级使唤人 我不管什么使唤人 不使唤人的 这个仇段状 现在是我当家 你那个暗谷 也是从我这儿里出的 孙掌柜 这句话在理 不过你可要 您记住了 只要我不说出去 咱们的事 这天下就没人知道 好 我有事 我先走了 小儿 哎 结账 好嘞 局长 局长 报告局长 又慌里慌张的 立正 让百姓见了 怎么看我们警察 哪儿打枪啊 哪儿打枪啊 局长 没打枪 是那个炮仗铺子 失枪啊 我来向局长报告 炮仗铺子 记着 警察形象 是 愣着干什么 带我去看看哪 好啊 好啊 好玩儿 老大爷 老大爷 怎么了这是 想不到我的古董枪 还能放 平安 你怎么坐地上呀 呦 这脸上怎么乌起骂黑的 我 我 那 那枪推到我 那枪推到我 好啊 这就知道了 好啊 我快它们就要走 来吧 下来 我去看看哪儿 呢 我去看看哪儿 你不是 我来看看哪儿 或好啊 我来看看哪儿 感谢观看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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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 二太太 干嘛呀 慌里慌张的 高县长有事找您商量 在哪儿啊 醉话响 走 二少爷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不行 我现在就去学校找他 我先走了 二少爷 您要什么吩咐 尽管跟傅全说 咱是还没有 对了 你见到我的事 不要跟任何人说 包括我娘 二少爷放心吧 我先走了 有事我找你 来 放开我 你是谁呀你放开我 放开我 别喊别喊是我 是你呀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是急的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我要马上找到顶城 可是没有人能帮我 你能帮我吗 你要找我姐夫 你找他干嘛 我有很重要的事 我要马上找到他 很重要 很重要 有那么重要吗 搞得这么深 这个 暂时先不能告诉你 那好吧 我要是见到他 会马上告诉他的 那谢谢你啊 行了 没事了吧 没事 那我回学校了 慢走 慢走啊 走 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好 大伯再见 请问洛竹君在吗 我找他有事 你是谁呀 我是他表哥 有话烧给他 他不在了 人都结婚了 还来上学嘛 可是我听说 他来学校了呀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呀 我都跟你说了 人不在了 听不清啊 在 我还能不让你见 好 定成 小点事 来 我们到别叔叔 好好好 上车 您等一会儿啊 一会儿我给您找个台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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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县长 美秀 在楼下等着 是 太太 二太太 请坐 出什么事了 咱们开的烟馆啊 快没货了 刚好呢 有个商人现在有现货 我想把他买回来 如果这批货怎么弄到手的话 那咱们可就发了 吓我一跳 好事啊 那快把他买下来吧 可是 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这批货呀 怎么会呢 这烟馆不是每一天都有进账吗 由于欠债的人多 资金周转不灵啊 那需要多少 至少两千块大药 这么多 俗话说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们如果把这批货弄到手的话 那利润何止是两千哪 那得要翻好几倍了 不过 您要是不敢做的话 那也就算了 这个数目真是有点大 万一被老太爷发现了 新账旧账一起算 那我就麻烦了 我听说 邹老太爷 有意栽培刚娶进来的少奶奶 如果这个时候 您再不为您的儿子多捞点 那少奶奶一旦当了家 您要再想捞 高县长 您多虑了 那小丫头 她还嫩着呢 不管怎么说 那钱 捞到自己的腰包里啊 踏实 您说呢 二太太 您说的也有道理 但这一次真的数字有点太大了 二太太 您可要想清楚了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啊 哎呀 上一次我从府里制的那笔银子 到现在 我还没把它补上呢 我怎么再开口跟府上制银子呢 二太太 您傻呀 您不会 从那绸缎妆里挪用吗 绸缎妆 啊 那我回去 尽量想想办法 好 那我就 恭候二太太的好消息了 高县长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的 好 二太太慢走 高县长留步 好 收租前前后后的事情 父权都已经跟我说了 这件事 的确都是孙马卡 和二伯母考虎 他们太怠惰了 设计居然涉及到我爷爷头上 而且这件事情 你做得一点都没有错 如果换做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竹军 你放心 我晚上就回去找爷爷 一定还你个公道 你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 竹军 我知道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要怪就怪我吧 我作为一个丈夫 没能好好地保护你 没能为你遮风挡雨 害怕你 一个人 留在那样的 神寨大院里 渡守空房 这些都是我的错 你还是给我写修书吧 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怎么没关系呢 啊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